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梁雨生说,周年心事浓如酒,少女情怀总是诗 人到周年,每个人都活成了两副模样 一个驮着一家老小,强大到好像无所不能 一个顶着满身疲惫,脆弱到仿佛一击击碎 总以为自己同世界交手多年,早已百毒不清,举重若轻 但有时,他人几句简单的询问,却会让你在一瞬间溃不成俊 每天早上一睁开盐,就有一串数字涌进脑海 房贷六千,吃穿用住两千五 孩子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 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费三百四 化费两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 十几年前看《窝居》时,你还年轻 不会想到如今的生活早已被郭海平剧透的彻彻底底 那时你总觉得到了四十岁,自己说不上功成名就 好歹也要衣食无忧 谁曾想如今年龄已经到了金字塔的中上层 收入地位却还在底层挣扎 孩子教育经费,以家子吃穿用度 房贷,车贷,人情往来 像座无形的大山,压在心头 再瞅瞅自己,工资好几年不见长 近身也遥遥无期 你叹了口气,突然觉得老话说得真对 不结婚不知道拆命油盐贵 不到中年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穷 账单太厚,钱包太薄 钱总是不够花的窘迫感追着你 你不敢停,也不能停 领导分配了不合理的任务 心里暗暗揭竿起意了好几遭 最后还是老老实实的揭了 每天早上都要担心堵车迟到 拿不到全景 下班路上还不忘接几单顺风车 赚点油钱 学会了货币三家 开始关注超市促销 忘了上次旅游到底是去年还是前年 你开始觉得 什么生活品质适合远方 抵不上菜市场大妈 多给的一把葱一块姜 上下班等电梯的时候 你偶尔会打开手机刷刷新闻 那个猝死在出租屋里的外卖小哥 那个因为茶叶被炮而当众痛哭的男人 还有那个为了三百块全勤 顶着高烧 摔了好几脚也要追赶公交的女人 很多时候你都在他们身上瞧见了自己的影子 累了一天 晚上回到家 你躺在床上刷短视频 看到那句世人慌慌张张 只为碎银几两 刚鼻头一酸 就听见孩子敲门来要下周末的秋邮费 好了这下子眼泪都没空掉了 人到中年啊 哪有什么多余的时间给你用来矫情 二 父母身体还好吗 古代有个人叫韩伯玉 每当他犯了错 母亲总是用手杖打他 以示警戒 直到他长大成人后 母亲依旧如此 因为心里明白 母亲是为他好 所以他从来都是一声不吭 任凭母亲打 有次韩伯玉又做错了一件小事 母亲打完他后 他突然失声痛哭 母亲不解的问 过去几十年 你每次挨打都不哭 今天是怎么了呢 他答道 母亲往常打我 我觉得疼 便知道您身体健康 还有力气 但今天却感觉不到疼了 我想是因为 您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 想到我能陪同您的时间 也越来越短 这才忍不住落泪 这几年 你觉得自己 好像越来越能明白 韩伯玉当时的感受 也越来越怕听到 朋友寒暄时问的那句 近来 叔叔阿姨身体如何 你有点记不清 是从什么时候起 父母开始慢慢变老了 曾经能扛起两袋水泥的父亲 现在连爬几节台阶 都要中途歇下来 喘起口气 做的一手好菜的母亲 那天做了一桌子晚饭 居然有好几道菜 忘记了放言 前阵子老太太在厨房里 不小心摔了一跤 左腿骨折 在医院套了快三个月 还没有完全恢复 到了这个年纪 你开始害怕父母生病 摔跤这种小事 到了这个年纪 你不可避免的 看到长辈们一个个离去 每次从殡仪馆出来 心底都默得涌起一股悲凉和后怕 看到家里那些 你叫不出名字的瓶瓶罐罐的药 这种感触更是愈发的强烈 父母是我们跟死神之间的一堵墙 父母走了 我们直面死神 人到中年 你终于在岁月的流转中明白了 时间是最为残忍的小偷 你开始后悔 自己这些年只顾着低头向前冲 却错过了陪伴他们的后半生 也开始害怕 某天回头发现这一生 已经再无来路 三 孩子成绩怎么样 就像一个大学生 曾对梁小生说的 35岁以前 如果我还不能脱离平凡 我就自杀 年轻时 你和很多同龄人一样 都曾有过出人头地的憧憬 后来 你终于接受了自己不过是个普通人 却希望为孩子托举出一个不凡的人生 有个作家说的话 让你深有感触 这世界就像一个剧场 当前排观众站起来的时候 后排观众也不得不这样做 所以 这个世界上 很难找到一个不焦虑的父母 于是 你花大价钱 抱了各种兴趣班 期望孩子能够在某个领域有所发展 交了高昂的补课费 每周和父母轮流接送 希望他能在下次考试时突飞猛进 重拾了搁置已久的英语 每晚下了班 忍着困意陪着他一遍又一遍地记单词 没了却发现 兴趣班上了个遍 愣是一种特长没有培养出来 补习费交了一堆 但是孩子的成绩 却还是在班级中上有徘徊 英语单词没少计 但真到了英语角活动上 连几句简单的口语交流都可可巴巴 更令你崩溃的是 虽然学习比不上别人家的孩子 他在叛逆方面却从未比谁逊色 你说东他故意往西 你说这个好 他偏偏喜欢那个 摸到手机电脑就玩个没完没了 遗憾他去学习 却立马变得不情不愿 能击到中年人生活的别的都是浮运 孩子的教育才是王诈 你终于理解了当年 父母的恨铁不成钢 如今竟也变成了同他们一样的父母 听到同事在办公室里 将孩子考试又拿了第一 平常听话又省心 你会投去羡慕的眼光 看到亲戚在朋友圈晒出的视频里 这个孩子钢琴弹得流利 那个孩子拉丁舞跳得出色 你仍旧会默默地点上一个赞 但最后你还是慢慢接受了 自己只是个普通人 你的孩子也是 四 老朋友多久没联系了 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 不知你是我固有 已没法忘透 被推着走 跟着生活流 来年陌生的 是昨日最亲的某某 如今再听起 心里总会目的详细几张 陌生又熟悉的脸孔 年轻的时候 谁都有过两三个知心好友 你们谈青春 谈爱情 谈梦想 谈未来 一路见证了彼此最青涩的光景 你们曾一见如故 把酒言欢 也曾彻夜长谈 彼此约定好 要做一生的挚友 后来选择了不同的人生方向 生活交集随之越来越少 工作 恋爱 结婚 生子 大家都忙碌于各自的生活 友情也渐行渐远 到了一定年纪再回头 你才惊觉 曾经的至交好友 如今已经鲜有联系 你想起来 在知乎上看到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很多中年男人心情不好 宁愿一个人在车里待着抽烟 也不愿意跟朋友倾诉 有条回答颇为扎心 人到中年没有朋友 就像张爱玲讲的 中年以后的生活 总是逃避不开一个词 孤独 不是不想呼朋唤友 结酒交仇 只是那些曾无话不谈的老友 早已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车子 票子 房子 孩子 大家都在各自的困境里 自顾不暇 谁还有精力去维系友情 曾经无话不谈的两人 早已被岁月 劈开了一道跨不过去的横沟 这道鸿沟里 盛满了你们身份 地位 见识 忍耐的差距 还有各自人生的苦辣酸甜 活到这个年纪 你早就明白 也接受了 知交零落 是人生常态 满腹心酸 唯有自己拒绝 但夜深人静时 还会偶尔想起 多年前 大家把酒畅谈时的亲密无间 想起陈奕迅那句 从前供你促膝把酒 请通宵都不够 我有痛快过 你有没有 刘振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写道 这世上的所有事都禁不起推销 一推敲 哪一件都藏着委屈 对于中年人来讲 尤其如此 到了这个年纪 前路迷雾重重 后有茫茫追兵 钱 父母 孩子 朋友 各个问题都让人心有余悸 装装件件都让人力不从心 一次次叩吻 你回想起了许多 泪眼朦胧了几遭 最终 却都一一咽下 深夜匆匆 坟墓了一番 第二天清晨 还是擦干眼泪 昂头挺胸 继续赶路 因为你早已懂得 这就是中年人的生活 而你还能也必须再同他站上几个回合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搜索 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